深夜马桶里的一丝血色,竟引发了一次卡的危机 因为这个旁边里面有一个肿瘤 毫无征兆的打击,让人措手不及 一个可怕的阴身杀手正在逼近 敬请关注健康之路,一起了解便写背后的秘密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 健康之路,医生偏偏来帮助 一早晨起来,您会去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比如说刷牙洗脸之类的 但是其实我想提示您,早晨起来 第一次排小便,您应该特别注意自己尿液的颜色 因为这其实对每个人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正常人的尿液应该是淡黄色,澄清透明的 如果您的尿液发生了颜色,或者尤其是透明度的改变的时候 您要当心了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朱先生 有天早晨起来,突然发现自己排出的居然是红色的尿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朱先生今年61岁,去年刚退休 忙了几十年,终于有时间在家想想清福 以前的一些业余爱好也一个个捡起来了 这日子过得可以说是悠哉悠哉,没什么烦心事 但是今年三月初的一天晚上,朱先生起夜却被自己的小便吓了一跳 我这个身体一直比较好 那么以往检查身体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生结石啦 或者是膨胱结石啦 没有这一类的问题 这个为什么会突然吃这么多的鲜 因为对身体一直很自信 朱先生开始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出了厕所回到卧室,他没敢跟老伴说 朱先生决定先忍一忍,看一下再说 果然第二天,小便又恢复了正常 朱先生就觉得这事就过去了,生活一如平常 没想到三天后还是半夜 朱先生又起了一次夜 小便里再次出现了血红色 这一回,朱先生彻底坐不住了 第二天一早,他就跟老伴去了医院 谁知相关检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经过进一步检查,医生得出了最后的结论 旁观癌 这三个字让朱先生一下子目瞪口呆 今天我们在演播室为您请到的是来自于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泌尿外科的齐俊教授 齐先生您好 你好 那他怎么会一下就一检查 然后就一看有血尿就马上癌,膀胱癌 那当然一般来讲的话,这个血尿的原因呢,应该是有很多种 很多的疾病都可以引起血尿 我这里带来一张图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密尿系统的器官是由肾脏、输尿管、膀胱、尿道所组成的 所有各个器官当中某一个部位出现问题了 都可以引起血尿 那么常见的原因是有炎症、感染、外伤、肿瘤、急食等等 很多种原因都可以引起血尿 反而是节食啊,发炎什么的这些 是能够身体有信号提供给你的 对,像节食往往会犯有距离的疼痛 反而是像您说的这个肿瘤 这个家伙太厉害了 无痛性的,反而是更可怕 很多的这种肿瘤的,尤其在它生长的初期的时候 是寂静的杀手 它最容易被忽略的是 开始它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的血尿 可能浅浅的,都没有了 之后好几天又好了 再来一天又有一点 而且是颜色比较浅,也容易被忽略 对,这就是有的时候工作一忙 或者自己觉得我休息一下 好了,就没事了 我不去看病了 这个实际上是很危险的 你一旦有这样的血尿 尽快到医院要去检查一下 那么我们一般发生血尿以后呢 都会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 做一个CT,或者是做一个B超 甚至做一个膀胞镜的检查 那么在家里面,你有没有办法来判断一下 我大概是什么部位来出血的 我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自己来判断一下 交给大家 那么我们临床上称之为尿三杯饰演 尿三杯 尿三杯 怎么一个概念 你解小便的时候 刚刚开始解小便的头上 也就留那么一点 放在一个杯子里 当中那一段也留在杯子里 最后解完了 最后一点点也留在一个杯子里 咱们这个三个杯子 那么每次解的小便也就是10毫升到30毫升 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那么我们如果说第一杯小便里面就有血 但是第二杯第三杯是很清亮 基本上接近正常的 那么往往这个血尿是出在前尿道 咱们这样嘛 咱们红色的果汁模拟是血尿 如果第一杯尿是红色的血尿 第二杯第三杯都是正常的 那病便往往决陷在前尿道 尿道的话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 如果决陷在这个前尿道 第一杯是正常的 第二杯也正常 第三杯出问题了 那个时候往往提示 你的前列腺 膀胱的出口和后尿道 出现问题了 对 其实这个实验在过去比较早的时候 临床上还没有那么多其他影像学的技术支持的时候 比如五六十年代 这个在临床上 医生都用来他判断这个出血的位置 那如果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两头都是好的 中架是红的会不会 很少 这个很少的 那第三种情况应该是什么 从头到尾 解一个泡小便 都是血 那么我们称之为全层血尿 那个全层血尿的往往提示 病便就是在上面下来的 或者是膀胱出现的问题 其实是通过那个血的颜色的变化和 它出现在不同的层次里面 对 它出现的先后的不同 实际上代表了出血的位置 提示了出血的位置 如果是为了发现血尿 或者当然也是为了发现一些其他炎症 要做尿常规检查的时候 我们特别想提醒观众朋友的一点是 也要注意在这个之前 比如说在经期的女性 最好不要在经期流尿 那么另外 比如还有一些 有痔疮的 不要严重痔疮出血的 也要防止血的火销了 对 这种的血尿实际上是一个假性的血尿 所以 不反映你泌尿系统的改变 这个就不是血尿 血混到尿当中 对 不是反映泌尿系统的问题了 这个概念太重要了 齐医生 真正的血尿 是我们刚才讲的 讲的是 小便里面解出来的时候 带有血 那个是混在里面 那叫污染了 对 但是回到咱们故事主人公 朱先生 这会儿心里不是多憋血了 好好的就尿了泡尿 然后就膀胱癌了 但是其实听了医生跟他讲解之后 他认真地想了一想 之前确实还是有一些征兆 或者叫蛛丝马迹的 我们来了解一下 61岁的朱先生 因为尿血去医院检查 结果却发现 患上了膀胱癌 这么严重的疾病 怎么自己会没有感觉呢 经过仔细回忆 一些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的细节 重新回到了朱先生的脑海中 虽然有过这些疑似的征兆 但仍旧让朱先生想不通的是 自己的身体一直很好 而且还定期体检 怎么就没有发现有这个病呢 前世没有什么症状 没有感到我有什么体温升高了 或者哪里有什么不舒服了 不疼不痒 住进新华医院泌尿外科的病房后 朱先生才发现 他病友的发病过程 几乎都跟他一样突然 但是这个情况呢 隔两三天这个症状又消失了 他又不尿血了 这隔了又两三个月 再过了两三个月又来一次 开始鸟里面有红的 也不痛也不痒 就是鸟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看来这种病往往是 无声无息的对人体发起进攻的 但是自己往常给过病魔什么机会吗 出院是出了几十年了 大概中学来三十多年的室友了 一提平均学来大概一报 一报相应 这个可能是我可能产生这个毛病的一个重要因素 朱先生反思自己患病原因的同时 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摆在眼前 医生要给他做手术 目的是清除转移的癌细胞 而手术中有可能要切除被癌细胞侵蚀的膀胱 这让一直很理性的朱先生陷入了沉思 当网友想了怎么治疗呢 那么多数主张 就是网上看了 澎湖全部去除了 或者是部分去除了 我想说我这个六十来岁人 就要全部去除 旁边挂一个什么塑料袋子 你这个以后这个出去也没办法出去来 你去公共汽车 骑铁 骑不先去了 骑那方面人家也这个业务了 对吧 我自己这段也走不出去来 没有这个面子 没有这个形象了 此时的手术成为了生命和尊严之间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让患者陷入痛苦的无奈之中 对于膀胱癌来说 难道就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吧 有了这个病 会是朱先生自己也很痛苦 我们得找一找原因 这个挺吓人的一个病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刚才我特别注意 朱先生抽烟抽的特别厉害 是吧 他说他抽了大概几十年了 这抽烟好像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事 对 会是诱发膀胱癌的原因吗 膀胱癌的发病的确切原因的 目前国际上面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但是流行病学的调查的研究发明 发现了这个抽烟肯定跟膀胱癌是有关系 实际上抽烟跟很多的肿瘤发生都有关系 我们在临床上面可以观察到抽烟的人群 它膀胱癌的发生要比不抽烟的人群大概高百分之四十 抽烟好像跟好多病都有关系 对 它跟肿瘤的关系 其实现在很多研究还是比较明确了 包括里面的尼古丁的成分 胶油的成分 还有许多有害的毒性的成分 实际上是在肿瘤形成的过程中 这个基因的一种变化是直接作用在这个基因上的 它造成它一个突变 可能是机体的免疫系统也受到了伤害 然后膀胱癌发生的诱因当中 还有一些就是跟化工的元素 特别是放箱类的化工自己 化工的产品生产有关系 比如说咱们乳胶 橡胶 做皮革的 做皮革的 这些可能也是有染色剂 染色剂 好多人染头发 染头发 对对对 好多人染头发 其实那个也是皮肤癌的一个高发的诱因 反正刺激了吧 最好是自然的 我认为这个是大家对于美的概念的不认同 对于为什么浓眉大眼 长头一染 乌黑油亮 其实这不怎么好看 你跟齐医生这样 我认为也很美 谢谢你发酱 对吧 有知识 有内涵的人 他不是靠头发 这个黑不黑 来判断的 膀胱癌来的都是那么凶险吗 一检查 一看有血尿 就已经都困 没有 膀胱癌的肿瘤发生了 跟其他的肿瘤不太一样 比如说胃癌 肺癌 我们一般发现了 赶快把胃全部拿掉 或者是说根治性的切除 膀胱癌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这个图示 这是一张男性的一个示意图 因为有一个前列线在 膀胱是由腌膜和膀胱的肌肉 以及膀胱外的一个脂肪组成的 我们看到这个图上面有很多的白色的 一团一团的就是指的膀胱的肿瘤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肿瘤 它还是长在膀胱内的表面的 那么这一部分是占到了 我们平时膀胱癌的80% 我可以通过绝部的处理 通过一个微创手术 电切也好 接光也好 把这个肿瘤绝部拿掉 这个根比较浅 容易搞得干净 那么还有20%像这些 我们平时通俗讲的话 都是比较晚了 它长到肌肉 影响到肌肉 甚至到肌肉外面 到其他的器官了 那个肿瘤就根比较深了 长到肌肉了 那个时候淋巴管 都可能发生病变 容易发生转移 那么癌症最怕的就是转移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 把整个膀胱全部端掉 所以我前面讲 这个膀胱肿瘤 跟其他的器官的肿瘤 有点不一样 我们大多数的膀胱肿瘤 还是有可能通过一个 微创的手术 把膀胱给保留下来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是 朱先生的 朱先生的 一个特别担心的事 他最担心的是 这人都好面子 你说这么大年纪了 啪一刀把膀胱要切了 到哪去造个漏挂个尿袋 这个实在是 他就有人说稳定了 你讲的这个担心的是 DTG在很多的病人群体当中 也是客观存在的 但事实上 我们首先是要一个整确的判断 确定一下怎么样来保证 他的疾病 控制的更加满意 这个跟我们医学上面 要仔细的分析他的病情 来判断 然后再给他制定一个方案 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讲 可以保留膀胱 然后有一小部分的人 的的确确 如果是你勉强的把膀胱保下来 可能他愈后不好了 还得挨一刀 他不是挨一刀的问题了 他如果说他的生命都受到威胁 以后转移了 疗效不好了 那个时候你再要想回过头来就来不及 但是我觉得会不会就是真正的病人去接受治疗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奢望吧 就是说医生你既帮我解决了病痛 然后又给我留着膀胱 我还能有点面 还有一种方法 那么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不同的肠道 小肠啊 肌肠啊 把它做成一个假的 类似膀胱这么一个形状的假膀胱 然后呢 跟尿道吻合起来 用肠子 用肠子 来做一个假的膀胱 那个正常的膀胱啊 正常的膀胱呢 它主要的功能有两个 第一个呢 它是一个储藏的药液的功能 第二个呢 它有一个排尿的功能 它还得压缩 那你造的这个玩意 它能有压力吗 没有 那个造的 所以我们讲是假膀胱 嗯 为什么说它假膀胱 它只能是体现一个 它有一定的容量的一个 储存的 储存的一个脏体形状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定期的排尿 就非常重要了 嗯 好 那么 朱先生到底能不能保住膀胱呢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到它呢 我们来看一看 朱先生得了膀胱癌 对于治疗 他最担心的就是手术会切除膀胱 以后要一直带着尿袋生活 通过跟医生的沟通 朱先生了解到了 自己的膀胱未必会被切除 这让他的心情轻松了一些 最终 医生在手术中最大限度的保留了朱先生的膀胱 避免了他以后长期挂尿袋的痛苦 现在朱先生正在积极的康复 对于健康 他也有了新的认识 最好跟医生 有要病 最好经过精神医 明明这个先生 寻找机器的治疗方法 机器的配合 我是这个 就是最后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膀胱 是吧 对 他这个手术是做了一个微创手术 还是非常的成功 病人也安全的出现了 今天讲到的内容很多 还有很多是大家需要了解的 所以您想知道 我来问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快速问答的环节 请问吃药会引起血尿吗 某些药物是可以诱发血尿的 像清淡霉素 富方黄 阿斯培林等等 请问 为什么剧烈运动之后会出现血尿呢 首先就是要先查一下有没有全身性的疾病 密尿系统器官的疾病 有些健康人 运动员 他在运动 剧烈的运动以后 可以产生这种功能性的改变 这种运动性的血尿 休息几天 终止运动以后就会好的 请问密尿系统感染会出现血尿吗 可以的 请问性生活之后出现血尿病 伴有疼痛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男女性的话 大多数都是一个尿路的感染 请问 吃止血药止住了血尿之后 还需要到医院去求医吗 当然了 吃药止住血止止标 根本的还是要看看什么原因引起来 增肺性的原因进行治疗 请问膀胱癌会不会遗传 目前没有依据表明膀胱癌会遗传 膀胱癌术后容易复发吗 这个毛病相当容易复发 所以要坚持到医院进行随访复查 请问膀胱癌术后多久不复发 就算是痊愈 生了膀胱癌以后 需要终生的随访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这种复发的概念会风险越来越低 请问膀胱癌容易转移吗 如果肌肉受到侵犯了 这个膀胱癌就非常容易转移 反之就不太容易 请问反复泌尿系统的感染 或者盆腔炎会诱发膀胱癌吗 目前没有明确的依据 表明这两者之间有明确的联系 好 谢谢 今天谢谢齐医生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带来很多科学方面的知识 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希望您继续关注科教频道 其他的精赞给您 再会 上班时刻突现异常行为 紧急就医 病情急转直下 突如其来的疾病 凶手究竟在何处 面对危机 医学科技如何帮助人们远离病魔切害 健康之路 敬请收看